就美国升息影响 央行22号召开礼监事会 重磅宣布升息半码 也就是0.125个百分点 那就是升息半码 那存稳准备率呢 调升一码 这已经是今年第三度升息 专家认为这回升息 虽有望阻止外资出走 但帮助不大 而对房屋市场来说影响可不小 从今年初利率地板价 1.31%来算 3月6月 央行已经分别升息一码和半码 再加上这回再升息半码 利率来到1.81% 如果贷款1000万 20年期计算 每个月得多缴583元 贷款30年则是612元 等于一年就要多缴7344元 3月份一直到现在 货币政策的一个紧缩 对于物价在需求面 特别是通膨的预期 也有一些的抑制的作用 升息减少台美利差 也减少外资汇出压力 央行用升息抗通膨 有好有坏 房贷足倍感压力 也恐怕影响到足足 房东的压力 恐怕往下加腰的房客 只能含累倍涨房租 如果说今天是在这个合约期限内 当然 租客他们 当然可以去 租赃自己的权利 一定要 进场买房的民众 其实可以去加大 他们这个溢价的力道 不过为了减轻 劳工生活负担 劳动部指出 劳工纾困贷款利率 由1.97% 提高到2.095% 只要一约正常还款 这劳动部将会全额补贴 升息半码的贷款利息 整对学贷足 教育部也表示 同时会补贴因升息所增加的利息 协助减轻压力 但专家提醒贷款钱 还是得多加评估偿还能力 以免太过吃紧 借张正明 张卫兹 彩虹董 劳工里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下期再见